Melody FM 心靈聽 身體會繼續悠遊上流 直播室依然由Dr. Samantha Ung 和你講講水的點滴 Samantha 我們在市面上見到很多不同的水機 感覺上這些水機對於一般的市民來說 覺得不大同小異 還有銷售師如何銷售我們怎樣聽 對 放在這裡就很健康了 其實這些尤其是離子水機 其實他們採用什麼技術當中有什麼差別 當然技術有很大的分別 現在我們講回Box TV 什麼年代 現在我們去到Smart TV 技術已經是很不同的 大家一部車都是四個輪 你500cc有一部車 我5000cc有一部車 電解水機裡面 離子水機主要引擎的心臟 就是電解的技術 當中也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當然這個簡性離子水機在日本和韓國 已經是廣泛地被使用 其實超過幾十年的 但是電解技術裡面 我們講的第一代的電解技術 就是在用Solid Plate Solid Plate的意思就是導電率區 就是Electrical Conductivity Area 是不夠的 所以它的效果欠佳 是不是好像我們以前中學做實驗 沒有兩塊砵怎麼插進一個Beacon 對 夾著兩個夾 我們講了飲水的目的是 我們拿它的抗氧化指數 其實是可以測試的 那怎樣做出它的抗氧化指數呢 就是靠它的Electrolysis 就是電解 是Ionization的Process 那這個 那這個頭一代的Solid Plate 其實已經是屬於落後的 打救不到我們 是的 但是很多市面上的 都是在用 做在頭一代的這個技術 OK 當然沒有人知道 沒有上升 是的 你不說我都不知道 是的 那第二代我們在說Mesh Plate Mesh 也是有網的 很多韓國的離子水機 就用這個技術 當然它的Conductivity Area 會改進 會好一些 但是它是比較fragile 就是不夠Solid Plate的持久性 而我們採用的就叫做Hybrid 叫做The Best of Both Worlds 我們有Solid的Durability 就是有它的持久性 又有Mesh的Conductivity Area 所以我們不需要採用 任何的化學物質 我們能夠將自來水 變成非常之超高的抗氧化 天然的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的 就好像人都會進化的 就是你比起以前 到現在的現代人 他們有現代病 因為有現代不同的生活習慣 不斷延伸出來 是的 所以水機的Technology 都要去Catch Up很快 才可以對症下藥 是的 好 或者麻煩Samatha 和我們講一講 好水的重要性 總結一下 是 因為我們說了 我們喝鹹性離子水 之所以有這麼多的健康效益 最重要是拿去的那個抗氧化指數 那個可以測試的 所以剛才講到就是來自它的技術 那個水分子團幾大幾小 補充一下 我們的細胞功能水機 其實是57Hz 是最接近細胞的vibration 最接近你的細胞 我們也是一步能夠處理到這個水退化 水裏面的memory的功能水機 我還記得你說過 有些科學家證實水不單有生命 還有記憶 是的 所以你給水 即是說一個文字 一個TOTS 甚至乎音樂 都會影響水的結晶 你看我們人體三分之二是水 所以你的體內海洋 其實都在記錄你的情緒 所以我們也解釋到 為什麼有些輻射等等 這些東西 會破壞水的結晶 所以也都破壞我們 細胞的水分子的那個排列 但是現在我們在說的是 水退化為什麼呢 就是乾淨的問題 每個人都可以處理 但是水退化的問題 是很加難去處理的 因為這個有害的物質 它可以被淚除 但是它的有害的物質的訊息 它還是殘留在水裏面 Badge 跟著它來 是Memory Trap在裏面 所以就引致這個水退化 如果好的水 可以做到天然抗氧的功能之外 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在這個水的Memory方面 剛才我們說到水退化的問題 水裏面的Energy 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不是靠那個雷芯的質量 如果水退化 意思是說它本身的溶解力 滲透力 闊散力 代謝力 都是有受到影響的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氯氣 Chlorine 我們用一個活性碳 我們可以吸附了這個Chlorine 很容易消除 但是這個Chlorine的Vibration 它的Frequency 還是會殘留在水裏面 所以就水退化了 其實飲用水 對我們的健康 都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心靈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水和心靈上面 又有可以扯上什麼關係 是啊 其實說真的 我都花很多時間 就是我們的Client Customer 很多有健康上的問題 我們都需要做很多Counseling 他們的心靈上 為什麼呢 其實病從口入 人人皆知 但是病又心生 很多人忽略了 其實我們90%生理的問題 是心靈上有直接的關切 Emotional Health 美國的研究發現 原來有個癌症病人 在未發病之前的6至8個月裡面 一定有一些事情發生 很Traumatis Trigger Traumatis 平時他有一些心靈上的創傷 可能是悲傷 憤怒 內疚 等等 是負面的情緒 所以他找不到出口 他的Energy 就trap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以引化 種種的健康問題 原來這樣的水只是乾淨就不夠 好的水 讓我們能量 可以平穩身體的氧化能力 令到身體大火降溫 就減慢這個老法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的知識 是要升級的 所以我平時覺得 飲用水 安全乾淨就足夠 但現在我們要升級 如果一些普通水或者環水 搶我們的能量的話 就會令到我們身體的疾病 會變本加厲 但現在如果是好的水的話 我們可以拿去的能量 就可以預付添益 今天上了一堂refreshment class 沒錯 所以今天多謝我們Viva的創辦人 Dr. Samantha Ng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的資訊 好 多謝大家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身心愉快 多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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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